大家好 本周是几个科技大厂的财报周 meta apple microsoft amazon和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这五重奏会在本周的几个交易日报告收益 鉴于他们在标普500指数中非常大的权重 他们的技术业绩对市场方向的影响毋庸置疑 之前netflix连续两次meta的一次和刚刚结束的google的一次 这几个股价都是在财报后立刻出现了暴跌 让人不由得悲观又紧张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盘点一下美股历史上的十大单日下跌 有趣的是他们全部来自近两年的科技大厂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十位的 是2021年12月16日的苹果公司 原计划2022年2月返回办公室上班的计划被推迟 导致宣布这则消息的2021年12月16日 苹果公司的股价小幅度下跌了4% 考虑到苹果公司当时2.94万亿美元的市值 这直接导致了116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 幸运的是苹果股票在不到两周后的12月27日 就回到原先的价格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九位的 是2020年3月12日的苹果公司 在新冠疫情引发的市场暴跌下 苹果公司股价在2020年3月12日下跌了10% 公司市值蒸发了1190亿美元 不过股价在第二天就回到了之前的价格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八位的 是2018年7月26日的Facebook 当时仍然叫做Facebook的公司 发布了令人失望的2018年第二季组财报之后 股价从2018年7月25日收盘时的每股217.5美元 暴跌至次日收盘时的176.25美元 其市值减少了1190亿美元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七位的 是2021年7月30日的亚马逊 亚马逊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中 收入和净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但由于均低于华尔街分析师对这两项指标的预期 导致股价在2021年7月30日当日下跌近8% 市值蒸发了138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那次下跌之后 截至2022年2月8日 股价又下跌了3%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六位的 是2021年10月9日的特斯拉 2021年11月6日 伊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 询问追随者是否应该出售其在该公司10%的股份后 股票在一天之内下跌了将近5% 接下来 特斯拉的股价在2021年11月9日暴跌了12%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投资者们 也因此损失了1400亿美元的市值 2022年2月7日 特斯拉披露 他在马斯克的推文发布10天后的11月16日 收到了SEC的传票 该传票与2018年与SEC达成的和解有关 要求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的有关特斯拉的重要信息 必须在公布之前获得公司律师的批准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五位的 是2020年9月8日的苹果公司 尽管苹果公司安排了一场媒体活动 来预览一周后要发布的包括iPhone12在内的产品 但是在当时市场持续回落的情况下 2020年9月8日当天 苹果公司市值跌幅达到了1410亿美元 在五周之后的2020年10月12日 公司股价回到了之前的价格 遗憾的是 在接下来10月底的公司财报上 苹果公司表现不佳 将市值第一名拱手让给了微软公司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四位的 是2020年3月16日的苹果公司 这就是一次COVID的疫情给股市带来的巨大冲击 2020年3月13日周五 苹果公司表示将在COVID的疫情期间关闭其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商店两周 2020年3月16日周一这一天 苹果股价下跌了13% 与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% 和标普500指数下跌12%的情况一致 苹果的市值也在这一天下跌了1560亿美元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三位的 是2020年3月16日的微软 和苹果公司在同一天 因为疫情原因经历了市值蒸发 微软公司在2020年3月16日股价下跌了近15% 对应的市值是1770亿美元 令人惊叹的是 微软的股价在两周后的2020年3月30日之前 收复了3月16日的全部跌幅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二位的 是2020年9月3日的苹果公司 在经历了疫情之初的股灾之后 美股市场逐渐回暖 苹果公司在过去的5个月持续增长 股价总共上涨了超过80% 在2020年9月3日这一天 科技股普遍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 所以苹果公司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 也在这一天下跌了8% 市值缩水1820亿美元 在2020年12月22日 苹果的股价回到了之前的价位 美股十大单日市值蒸发排名第一位的 是2022年2月3日的Meta 此时的Facebook已经更名为Meta 在2021年第四季度财报之前 其股价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 然而财报结果令人失望 其中的季度收益和收入均低于分析师预期 在元宇宙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同时 其最受欢迎和最赚钱的社交网络Facebook 每日用户数量出现了下降 Meta股价从2月2日收盘价323美元 下跌了26% 在2月3日达到了237.76美元 市值缩水了2320亿美元 我们一起看看下一次有公司进入这份榜单 是什么时候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分享更多金钱的秘密 再见 请不吝点赞